何謂人無恥就無敵? 說的就是臭名超注的深水埗前區議員李文浩 水警總區女高級督察林苑儀執勤時不幸殉職 李文浩竟然超冷血地撲出來抽水 他的言論立即引起群情洶湧 有市民和團體表示已經向警務處舉報 罵爆李文浩煽動仇警言論涉嫌違反《國安法》 不過李文浩就完全不知死 還很囂張地說過去都被舉報過很多次 但至今都未被報 不是因為對方欠缺法律常識 就是警察被他逍遙法外 數回李文浩的黑歷史一大堆 曾經在辦事處門上張貼藍絲與狗不得內進告示 又說過什麼什麼國際間中國人三隻字的聲譽等同過街老鼠 早前政府安排區議員宣誓 他又牙斬斬地拒絕 直接喪失區議員的資格 現在又在挑機 說一封律師信都收不到 警方都沒有找過我 嘩 一個前區議員這樣的質素 真是好失禮咯 你簡直是卑鄙下流 無心道經無靈恨 教壞了年輕人 敗壞社會的風氣 不過都是要奉勸這位李文浩 多行不義必自閉 缺什麼都不好缺得 畢竟等你一招落難 人家可能都會這樣對你的 但有一陣假呢 就自己喊禮物 丟 丟 MING PAO TORON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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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